诗篇八十六篇一到十七节 耶和华求你应特应允我 因我是困苦穷乏的 求你保存我的性命 因我是虔诚人 我的神啊 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 主啊 求你怜悯我 因我终日求告你 主啊 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 因我的心仰望你 主啊 你本为良善 乐意劳恕人 有丰盛的慈爱 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 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 因为你必应允我 主啊 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 你的作为也无可比 主啊 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 因你为大 且行奇妙的事 唯独你是神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我要造你的真理行 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主我的神啊 我要一心称赞你 我要荣耀你的名 直到永远 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 你救了我的灵魂 免入极深的阴间 神啊 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 又有一档强恨的人 寻锁我的命 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 主啊 你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求你向我转脸 连续我 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 救你悲女的女儿 悲女的儿子 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 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 因为你耶尔华帮助我 安慰我 诗篇八十七篇一到七节 耶尔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 他爱喜安的门 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 神的城啊 有荣耀的事乃指的你说的 我要提起 拉哈勃和巴比伦人 是在认识我之中的 看啊 菲利士和推罗并古时人 各个生在那里 论到喜安必说 这一个 那一个都身在其中 而且至高者必亲自 兼力这城 当耶尔华记录万民的时候 他要点出这一个 身在那里 歌唱的 跳舞的 都要说 我的全员 都在你里面 诗篇八十八篇第一到十八节 耶尔华拯救我的神啊 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 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 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 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 我的性命临到阴间 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 如同无力的人一样 我被丢在死人中 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 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 与你隔绝了 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 在黑暗地方 在深处 你的愤怒重压我身 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 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 使我为他们所憎恶 我被拘困不得出来 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扁 耶尔华 我天天求告你 向你举手 你只要行歧视给死人看吗 难道阴魂还能起来 称赞你吗 岂能在坟墓里 述说你的慈爱吗 岂能在灭亡中 述说你的信实吗 你的骑士岂能在幽暗里 被知道吗 你的公义岂能在 旺季之地被知道吗 耶尔华 我呼求你 我早晨的祷告 要达到你面前 耶尔华 你为何丢弃我 为何也面不顾我 我自幼受苦 几乎死亡 我受你的惊恐 甚至慌张 你的烈怒慢过我身 你的惊吓把我剪除 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 一起一起都来围困我 你把我的良朋密友 隔在远处 使我所认识的人 进入黑暗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